热闹的金融庙口附近 人来人往 但一辆车停在路上 半个小时都没有动静 远景货报对车窗猛敲玻璃 五分钟之后驾驶人才下车 因为他刚刚睡着了 你这样子车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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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车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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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车� 通知警方前來處理 最後不只查獲毒品 車上還有危險刀蟹 車主當場被帶回警局 並將兩險貸款所依公共危險 及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並溯源追查毒品來源 男子違規停車30分鐘 被民眾檢舉 遭到警方查獲毒品刀線 這下子罪責恐怕不小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